哈囉我是阿金 歡迎回來觀看失憶症當生命消失的遊戲影片 而且我好久沒有玩失憶症了 最近昨天是把瑪莉亞先解決掉了 瑪莉亞實在太長了 不管如何繼續玩下去 我記得上次是 阿對我翻掉鑰匙 欸等一下 等一下我 我還記得有留言有觀眾說這個房間裡面是有 有蠟燭對不對 可是 黑到我看不太清楚阿 他說黑影這邊有蠟燭 喔有有我看到了 靠這不是蠟燭這是書阿 這個嗎不對 誰唬爛我有蠟燭阿 是我眼藏還是真的有蠟燭 天阿這樣子 我前面都要摸黑前進了阿 讓我稍微搜索一下 我必須有一根蠟燭 我身上一根蠟燭也沒有 我的 竹台完全點不起來什麼也沒有 該死了真的沒有東西阿 沒有東西耶 沒有東西 沒有蠟燭 沒有蠟燭 這裡也沒有 該死了不管我直接走了 蠟燭什麼的我不管阿 開門開槍 問題是桌上有蠟燭我不能換嗎 我可以直接拿起來裝在我的燭台上吧 或是直接拿走也可以阿 蛤 B是血 蠟燭嗎 耶 難不成這一切都跟亞歷三大有關嗎 不可能吧 難不成它是拿亞歷三大的頭像來當作 老維新戰士的頭像嗎 等一下我先把蠟燭換上去 一整根完好的蠟燭又香又脆 我不能動阿 有人在後面 三小 蠟燭突然熄滅了然後 Fuck我就知道它那個鬼臉會出現 然後咧往前嗎 我剛剛是聽見有人走動的聲音阿 這裡還是我家對吧 有一邊是亮的一邊是 我先走黑的看看好了 這真的是我家嗎 隔間也太多了吧 怎麼跟我之前 一開始玩的構造不太一樣阿 這個門不能開 倒十字架一根 等一下我稍微省點蠟燭 這是我手上唯一的一根蠟燭了 好多瓶子 靠 有東西嗎可以撿吧不行 什麼也沒有 我看這是什麼紙條 我看一下 他們來到我家 只有一個人逃跑了 我的機械裝置殺光了他們 把他們 把他們鎖在我家裡 而且你如果不了解這些機器的話 這些機器對他們來說是非常致命的 現在他們的屍體 爛在我家地下室的房間中 之前有遇到過嘛 那個房間我有去過 他們的靈魂被 被困在這裡 這個房子裡面了 永遠被困在這裡 他們沒辦法去天堂 他們現在屬於我了 什麼意思啊 靠一下我突然覺得 老戰士 這個紙條 讓我覺得他好像很邪惡 Fuck 有腐臭的腐爛的味道 從屍體那邊傳出來 廢話嘛 等一下我應該開燈對不對 這裡有東西要拿嗎 Fuck我該不會倒了吧 沒有東西要拿 一堆光屁股的屍體 面對著我 啊 關門再說 這裡不是我應該去的地方 對我的繩子非常的 糟糕 這邊不能走 我還有半根蠟燭 I came from there Who blocked the way 他說我是從這邊來的 然後誰把門 誰把路擋起來了 這句話一直都是一樣的 死亡在等待著我 然後666跟倒死自駕 就是殺蛋的象徵嘛 我可以 不行不能去 不能尻 也不能敲 發光也不行 怎麼辦 鎖住啦 難不成又有顯而易見的鑰匙 我沒看到嗎 拜託不要那麼蠢好不好 天啊 欸等一下剛剛這條說只有一個人逃跑了 難不成是我嗎 不可能那應該是500年前的事情了 不關我的事了 都不能開啊 不行我不能再浪費我的蠟燭了 有提示嗎 他說他真的需要找到別的路離開這裡 就這樣子而已 欸我好像聽到什麼聲音了 走回來又變得有不一樣的事情發生了 現在我是在玩RPG 我可以破窗出去嗎 這個遊戲都不能破窗嗎 欸不對 我 我已經回來了嘛 遊戲開始我是從那個門進去了 還是不能開 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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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不成是要跑回去嗎 欸欸 後面的燦爛不見了 我在哪裡 他說房子圍著他一直在變化中 欸 我 房子一直在瘋狂的變化 曾經走過的地方都不見了 完蛋我被鎖在這裡了嗎 喔這裡可以開 Fuck 怎麼怎麼怎麼回事啊 那隻怪物我好像是跑不掉的對不對 門都鎖住了然後一開門就有一隻怪物衝到我面前來 前面有個光溜溜的站在那邊 結果我被那隻裸體怪物打死之後 被丟到這裡來了 這什麼地方這裡好亮 這裡應該不用蠟燭了 什麼也沒有等一下 我把這些話都檢查一遍看有什麼東西會漏掉 沒有 沒有 這什麼地方啊 圖書是書櫃之類的嗎 可是我沒有看到書喔 上面有一個類似機關的櫃子 喔原來那個光溜溜溜的 是個屍體喔 被吊死的屍體在那邊 為什麼只有這個 這個櫃子是亮的 是有什麼東西亮亮的 有個類似燈的東西在那邊 神燈嗎 沒有反應啊 這是亮什麼意思的 難不成我要找書的機關把它搬開 搬機關然後 欸不對等一下 他該不會張開眼睛吧 欸我可以動他欸 而且這個屍體到底是誰的屍體啊 他蠕動的樣子 好真實喔 好噁心喔 好噁心喔 真的好噁心好玩喔 告訴我 你的錢藏在哪裡 快告訴我 要不然我把你的蛋蛋打爆 等一下我檢查一下他下面說不定跟 之前一樣有鑰匙掉到他的血跡裡面 欸有紙條看一下 我很害怕 我沒有足夠的時間了 我需要完成機器 我需要在納格拉洛克就是一個 中煙啊一個末日之前完成我的機器 我可以感覺到什麼東西 我可以感覺到 凌烈寒冷的狂風 什麼鬼啊 接近了 世界末日接近了 這個是機械創造者嗎 不可能啊 還是也不可能是老戰士的屍體吧 500年前的人的屍體還會在嗎 喔他說這桌上有一些 機械的設計圖 可是我不能看啊 我也不能點啊 他就只是提醒我這邊有個東西在這邊而已 真 嗯 可是照理論來講這傢伙 應該是老戰士吧 照這種房子跟這些機器人也只有老戰士而已 可是過了500年後他的屍體還好好的這是怎麼回事 欸 欸 欸 三小 我爬上去我沒有移動啊他自己把我摔下來了 這怎麼回事啊 而且我上來這裡幹嘛 是有書可以拿嗎 我看見有一本比較白的這什麼機關嗎 欸真的是欸 唉唷 好神奇喔 真的發現機關了還有嗎 靠腰不要再摔了 好險我補血一大堆 說不定還有別的書可以拔嗎 看一下有沒有什麼比較明顯的 只有那本是白色的這樣子整個書櫃看起來 沒錯那個是最明顯的 等一下我想下 應該沒什麼東西漏掉吧 嗯 這什麼 等一下 那這扇門可以開嗎 不行 門鎖壞了我打不開他 喔這裡就正確的路了 密室 密室殺人事件 這次的箱子應該是有意義的啊 的確我看到密道了 遊戲中唯一一次 欸不對這是第二次箱子後面有藏著道路的地方 第一次是在屠宰場 第二次是在這裡 門關起來了 我觸發什麼事件了嗎 門真的關起來了 老鼠 這是 是我當初在屠宰場救出來的老鼠嗎 他在給我帶路就對了 這裡應該是壞掉的門的後面那一間對不對 欸不對啊 這邊應該還有一個密道吧 死路了 我拿到兩根鐵敲啊 我在被怪物抓來這邊之前 那個地圖我身上是有一隻鐵敲的 結果現在又給我一隻 該死了 是說怪物把我抓走的時候順利把我身上鐵敲收走嗎 他怕我怕我太強 把這邊所有東西都打爆 然後剛剛主角也說他的鐵敲是可以用在這邊的 顯而易見了 咬啦 喂 有邪手印欸 不管了我只有一條路可以走了 老鼠被我放生了 我是不是又回到我家來了 欸 出口嗎等一下 這邊這三門不能開 沒有意義的杯子 這寫什麼啊 看不懂寫什麼但是他可以碰 碰任何東西之前我現在要全部檢查一次 後尾 長狼大陸 咦 上面在這個符文石上面寫了一段字 瓦爾基利亞帶我去瓦爾哈拉了 喔真的假的啊老戰士還是成功了嗎 他上面摳著一段字欸 就說瓦爾基利亞帶他去瓦爾哈拉了 是這樣子嗎 所以 呃 這裡是哪裡 所以 老戰士最後還是成功了 不能開 欸這邊可以看 好多屍體了這什麼地方啊 音樂變得好詭異 屍體我應該已經施空見慣了對吧 這有什麼好怕的啊 我一路走過來都已經看那麼多屍體了 沒有東西 人家死掉了我還要在他身上狂踩一通 咦畫後面的箱子不能移啊 這什麼手指頭嗎 雖然看很多了但是實際上 仔細看的話 還是毛毛的 我帶著一個肢體走 我帶著一個肢體走 說不定他會保護我 這裡不能開 不是 前面那扇門有點古怪了 怎麼是這種顏色的啊 而且走沒兩步路就是一個隔間然後就一台鋼琴 這些人到底是多有錢啊 蠟燭 耶 沒有 我只有這扇門可以開對吧 什麼聲音啊 媽 天啊 又什麼聲音了,嘎啦嘎啦嘎啦,再聽一次 好像是被啃的聲音一樣 咯咯咯嘯了咯啦嘎啦 前面好黑 那個是鳥的聲音對不對 希望是啊 這些門都有問題啊 用我的身體來擋門一下 斧頭 我現在不知道我在哪裡了,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哪裡 房子一直是隨著時間在變化的 而且一直傳送來傳送去 現在到底在哪裡啊 有黑影 我丟到他了 他還把我的屍體撸走了 到底是要怎樣 他往那邊去了 那我是不是先不要跟著他 Fuck 這裡不開店我感覺什麼都看不見 巨子 酷刑用的巨子 從兩腿間把人家鋸開的巨子 我現在不知道我要往哪裡走 我現在真的是在亂走一通了,而且這蠟燭怎麼消耗這麼快啊 不能開 沒有東西啊,靠 這扇門沒有說不能開是怎樣可以敲嗎 不行 不行 這扇門是正常的 又是機械室 前面有個看起來像要跳過去的障礙物 好多老鼠 直接過去嗎 我穿過來了 我沒有碰到任何障礙物,直接穿過來了 沒有東西 沒有東西 什麼也沒有 我現在到底在哪裡啊 可以敲嗎 不行 我是不是在繞圈圈了啊 等一下我突然搞不清楚我從哪裡來的 沒有東西 沒有東西 欸 Fuck 有透明人在我前面啊 這裡我來過了嘛,可是 該死了,我必須在我的蠟燭燒盡之前 找到線索出去了 要不然我會黑死在這邊 我有一根蠟燭,讚啊 維持生命的亮光 鑰匙耶 鍋爐間的鑰匙,鍋爐是入口的鑰匙 呃,沒有東西 沒有東西,沒有東西,什麼也沒有 什麼聲音 有東西過來啦 三小,他敲哪裡的門啊 衝出去嗎 不要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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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地方可以 我稍微想一下這個房間的構造,我前面那間 的門是在右邊嘛 右前方 他撞到門了 他有進來嗎 沒有,他把門關起來了 Fuck 老鼠你最好閉嘴 你會把我害死的 我沒有聽 他還在外面 走到我面前了 走到我面前了 看到他了 他好像沒有發現我在這邊啊 不過 不要不要不要 我想要在這邊停一下 有點恐怖的外面 因為這裡的 房子構造跟道路構造,我有點搞不清楚 路 路只有一條 而且房間非常多 現在我雖然有鑰匙,但是我不知道要開哪一扇門的鑰匙 郭爐寺沒錯啊,但是我剛剛這樣繞了一圈我沒有看到 有郭爐寺大門名稱的鑰匙 該死了 不管了 我先歸這邊啊,這邊是應該是非常安全的 雖然我聽到旁邊 他一直在那邊 在那邊找我 但是他不會進來應該是 他完全沒發現我 靠要我待在這邊我繩子 超糟糕的 我沒有看見他為什麼我繩子一直降低啊 不要害我好不好拜託 鬼角落 OK啦 那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